好,大家好,那我们刚刚上一个话题呢,我们聊了这个美国股市的今天的一些动向以及市场披露出来的一些消息 以及巴结刚刚给大家分享的关于怎么样利用大数据,这些对冲的这些机构啊 来利用大数据来抓取人们的言论,抓取人们的持仓情况来做这种量化交易 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上期的这个关于我谈论美股的这个节目 那这个话题呢,我们来聊一下这个美国今天以及最近这一两周美国这个房地产住宅抵押贷款市场这个情况 以及目前美国市场抵押贷款这个行情这个走势利率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另外我们就衍生的去讨论一下以及大家比较关注的 我们也进一步的聊一下就是美国啊,现在为什么经济环境实体经济这么差 很多人都在排队去领取这个救济金,失业金,失业保险 但是呢,美国的股市也是在一路高高猛进的 更重要的是美国的房市,美国的房价根本就没有看到像08年那种的剧烈的这种跌幅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常的情况呢,大家可能很疑惑 你们就是大家可能手上有资金的朋友们可能也是在觉得这很不对劲啊 我们现在手上就是可能就是在等着这些人这些没有办法去还贷款的 直接被银行收过来法拍的,或者就是他们的现在持有的房子,或者房租也付不起啦 房东他也没办法去还这些mortgage啦,把这些房子给他拿到市场上来拍卖啊 为什么大家现在就没有看到这一幕的出现呢,那我们就结合着这些市场数据啊 八戒看到的这些市场数据,以及八戒个人的一些从业经验 给大家做一些进一步的一个分析,做一个解读 看看这些当中有没有一个道理,有没有一个关系存在 好,那我们现在进入这个话题,那我们现在来看几组数据 首先第一个数据呢,是来自MBA 就是美国贷款经纪人协会的这个数据统计啊 现在美国目前贷款30年的平均的贷款利率是3.125 15年的贷款利率是2.5,这个随着这个贷款抵押利率维持在创纪录的这个低点啊 美国目前4月份以来这个贷款的这个这个活动指数啊 是又创下了一个历史上的一个较高的一个水平 是可以讲跟当时那种投机的情况已经差不多了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一个数据吧 今天市场显示30年固定抵押贷款利率是2.99 昨天是3.01又跌了这个0.02 今天15年的固定抵押贷款利率是2.62 昨天是2.63跌了0.01 这两个数据呢,是目前比较大家比较关注的 也是目前在美国的很多的持有房产的朋友们 每天都在讨论的这两个利率 因为现在很多朋友们前期在15年以后拿的利率都比较贵 大概都是在3.5到5.5之间 甚至有的做的那种利率都是在6点几的 也是有这种情况的 8G也能跟大家聊天当中也能收集到这些信息 目前大家就是一直在讨论就是做这个refinance refinance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做这个24贷款重新贷款 把原来比较这个高的利率直接给它抛出去 然后找另外一家比较低的利率的银行 把它接进来 把前面那笔贷款给它还掉 然后现在咱们大家就用这个新的比较低的利率 来做一个新的这个mortgage是非常非常划算的 并且成本也不会很高 而且基本上是100%的这样的一个通过率 大家目前在讨论了 八戒昨天前天也跟这个加州这边的这个贷款人也聊了一下 目前加州的这边的贷款利率呢 如果你是做自住房的话 30年的话大概是在做到3.0到3.125 15年呢大概是2.5%到2.75%之间 这根据每个人信用不同 这是目前加州的这几天的一个行情 根据你们选择的每个贷款公司不同 贷款银行不同 它利率可能有点上下浮动 普遍的行情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再来可以看到这个 我在微博上面在推特上面贴出来这个数据 这个MBA这个协会公布出来的这个indesk指数 可以看到美国目前这个2020年从第17周到现在的第20周来看 这个贷款指数远远的是超过了2001年以来的所有的历史记录 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第二张这个图表 第二张这个图表 这个mortgage application 这个purchase index这个指数的话 它是反映的一个就是说提交目前做这个mortgage的申请的这个贷款量 反映的是这个贷款指数 可以看到有一个明显的一个V字反弹 在大概在这个4月份跟5月份目前来看的话 随着这个股市有好转的话明显有个反弹 还有这个就是这个refinance这个指数 MBA这个refinance这个指数 大家也能看到也是有一个这个V型的反弹 然后下一个指数的话 大家就能看到这个是长期的 从2012年以来追踪的这个长期的30年 这个MBA追踪30年这个贷款利率 可以看到在17年 从可以看到从这个15年开始 美联储宣布这个缩表以来 这个加息 从15年开始加息以后 这个美国的这个30年贷款利率 最高的时候高达将近5.5% 大家可以从这个表上面可以看到 但是现在一路的下跌这个跌的这个曲线 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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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斜的这个这个曲线 跌到了2020年现在3.5以下 刚刚8G也给大家分享了 这个指数目前的话 加州也就是在30年 在3%到3.125 大概就是个行情 所以啊 这个消息也就反映了 这个目前啊 这个各种的贷款利率进一步的降低 美国股市这种造富的效应啊 进一步的凸显的话 因为现在大家应该 应该有所知道 就是现在事实上持有房子的这些 属于中产阶级 这些中产阶级 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失业 只是说在家进行代言 他们现在拿的这个失业金啊 拿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补贴啊 有可能比他们 这个获取的工资输入 其实还要高的 所以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 为什么目前美国 这个主流的这个市场 这个房地产市场 房价并没有进行一个下跌呢 因为穷人还是在租房的 你们要搞清楚 美国的穷人大部分还是在租房的 只有像年收入 在8万到20万美元 这种中产阶级的话 他们是目前持有美国 持有美国住宅的这个主流人群 这些主流人群呢 并没有失业 这些主流人群呢 可能只是在家里面进行一个代言 另外一个方面呢 这些有钱人的手上 他们持有的房产 不管是investment 做投资房的 还是自己own的 自己持有的这些房产 他们手上一定是有 大概能抵抗12个月到24个月的 这个流动性资金在这个里面的 所以他们根本 对于目前这个房地产市场 不会有这种下跌的 这种心理担忧的 从各种各样 八戒前几期节目 也给大家分享了 他们这些卖家 他们这些作为卖方市场 他们这些人 根本心理上 根本就不担心 这个市场会下跌 因为他们现在根本 从美国现在有数据来看 最近这段时间 美国现在挂牌的 挂牌这个listing 这个房屋的 这个挂牌量 比前段时间 就是比去年同期啊 完完全全是减少了 30%多 从这个数字当中 大家就能看到 你们一味着 想要预期 这个房地产下跌 房地产下跌 这些跟这个股票是一样的 必须要有很多的人 愿意以低于他的持仓成本 把这个房子给他甩出来 或者被这个政府 或者被这个银行 把这个房子给他收出来 然后有大量的卖牌 涌向这个市场的时候 这个房价才会一瞬间的往下拉 拉5% 像那个08年这种情况 但是目前呢 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呢 这种各种失业补助 已经非常非常到位了 他们目前手上不缺钱 也不会说 进行这个断供的这种存在 第二个方面呢 美国通过 上次通过那个CARS法案 已经延长了 这些人的还款期限 甚至有些银行会主动的打电话 给这些贷款人 要求他们去延长 就是怕他们进行这个违约嘛 银行也不想把这些房子 收过来 浪在自己手里 这样的话 做成房价下跌 银行也不想看到这种情况 所以他们会配合着 这些贷款人 进行这个最短的进行三个月 长的进行十二个月 目前来自的一个数据 就是显示 目前大概有430万个owner 有430万个owner 已经跟这个银行申请了延期还款计划 这个数字已经是非常非常多了 所以大家可以从这个数字当中可以看到 通过以上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政府 它给人们发钱 第二个就是政府也去延长了 从这个行政命令上面说 延长了这个还款的周期 银行也主动的愿意坚长这个还款的周期 所以这两方面原因造成了目前美国房价根本就没有下跌 因为它的listing的这个挂出来的量 本来就已经很少了 挂出来的量就这么少的话 你不可能要求在成交量这么小的情况下还要求这个房子有个下跌 这是从经济学角度来说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能办到的这个情况 而且目前八戒来观察的话 在某一些就是成交量比较活跃的投资回报率比较高的一些出租型的一些房屋的市场来看的话 反而这个房价是有所上涨的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你们要知道 不光光这个市场上有一些人是自己own的房子 更多的一些有钱的这些人 他们是投资人 他们每天都在观察这个市场 他们就是要去捡便宜的 这些投资人呢 看到目前这个市场价格可能不会进一步下跌了 差不多跟这些卖家还款价 对吧 差不多能拿到一个比较好的价格 就把这个房子给他入手了 因为要趁着这个历史性的 这个最低的这个30年15年 这个贷款利率来看 现在趁这个机会去拿到这个这个这个投资房 赚取这个租金回报率的话 是有史以来最高的一次了 所以这个机会很多人不愿意放过 因为他们天天在市场里面 天天泡在市场里面 完完全全市场有很多的数据 去去随便这个计算器倒一下就能算出来 我现在投资这个房子 我未来大概我能获得一个什么样的回报率 这是目前八戒也做过这方面的一些演算 有兴趣的小伙伴呢 可以跟我联系 我可以给大家做一些这些推演 可以用这些数据 可以给大家分析一下 目前加州啊 或者目前德州啊 这些主流的这些出租市场 大概是什么样的行情 所以大家现在千万要知道 房价 目前美国房价 有政府在这边拖底 有银行在这边拖底 有美联储在这边拖市的话 跟股票一样 你们千万不要对这个房价 做出任何痴心妄想 就是目前这个美国这个房价 不可能下跌 可以说只在目前比如像明宁阿布利斯 这种比较混乱的这些地方 行情不好的这些特殊的地区 可能房价他会他会有很多的人挂出来 他会去卖 但是像这种经济比较好的 这种一瞬间可能就能达到这种复苏的 这种地方的话 这种主流的德州 纽约州 加州 佛罗里达 西雅图 华盛顿 像这些地方的话 像夏威夷 像这些地方的话 不可能有一个下跌 最多八戒观察了一下 百万美元以上的 就是非投资性住宅的 可能在一百万 甚至两百万 这样的一个区域 甚至更高的 这样的一个高端住宅的话 他的成交量有下跌 这个房价大概有个 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的 这样一个下跌 这是符合逻辑思维的 大家去想一想 应该能想通 我以上所说的这些话 我以上所做的这些分析 好 八戒就跟大家聊一下 这个目前啊 这个抵押贷款市场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活跃 目前我前几天 给几个这个 做这个抵押贷款的 这个agent 打电话 在微信上面也跟他们聊 他们基本上 根本都没有时间 去接我的电话 他们也没有时间 去回我的微信 他们现在每一天 就是做的生意 比原来要翻了 最少翻了百分之五十 这些人跟我讲 我再给大家提醒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也是大家经常产生的一个误区 就是大家总是以为啊 这个美联储现在保利率 降成百分之零到零年二五 那为什么现在这个房贷 三十年 十五年 这个房贷利率 还有百分之二点五 到百分之三点几呢 为什么还要这么高呢 你们现在有一个误区 为什么呢 因为啊 他这个美联储 实际的民意利率啊 跟你们现在实际拿到手 的这个利率是连码式 因为现在美国 三十年的国债收益率 今天的价格是多少呢 是百分之一点四八 也就是大概是1.5左右 你们想一想 你现在是个投资人 有个1000万一个亿的话 完完全全可以做个无风险套利的话 我干嘛不把这个钱直接扔在30年国债里面呢 我扔在30年国债里面 我做一个杠杆的话 甚至我把这个钱拿到伦敦 拿到这些更活跃的这些金融市场 可以做个二次底 我把这个钱拿出来的话 我可以做好几轮 你们知道吗 这些很多情况 你们可能不玩金融 你们可能不是很了解 我就简单的跟你们讲一下 所以这样的话呢 你们可以去分析 一个投资人他不可能去做一个MBS的话 MBS的这个价值 这个这个税率 一定要远远的大于30年国债税率 我讲的是美国国债 一定要大于这个国债税率 中间还有各种各样的commission支出 还有打包的这个银行bank的这个费用在里面 所以他这个你们拿到手的 这个30年的这个fax的这个lone的话 肯定是要在3%到3.5%的 因为他这个30年期国债利率的话 大概就是1.48%了 那么再来看这个10年期国债 10年期国债对应的呢 也就是15年fax这个lone 15年faxlone呢 刚刚巴基也跟大家说 大概是2.5% 现在呢 今天的这个10年期国债 大概是0.7%这个税率 0.7%跟2.5%呢 中间是有一个1.8%的一个差价 这是一个合理的差价 你们想一想 人家这各方面的这个费用的话 金融市场资本 他要运作 他是有成本的 这些钱 每一分钱过来 钱是有成本的 钱的成本就是时间 时间是有成本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中间这个逻辑关系 很多人在问呢 为什么美联储 他这个利率这么低 你们现在拿到手的价格 还这么高 这是一个根本原因在里面 很多人一定要 把这个里面的金融的逻辑关系 底层的这种关系里面搞清楚 这样的话 你们才能去看透这个市场 八戒啊 简单的去从 这以上的这个mortgage 这个市场 这个利率啊 以及目前这个利率的 这个这个贷款 活动的这个活跃情况 以及目前美国这个房价 为什么没有下跌 以及这个这个时间期国债啊 跟这个利率之间 有什么样的一个密切关系啊 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 快速的一个阐述 希望大家在以上的这些阐述当中 能够有所收获 如果有兴趣 想跟八戒交流的朋友呢 请请在这个底下评论区 给八戒留言 或者给八戒私信 如果想进一步咨询 美国在美国怎么样去做贷款 在美国怎么样拿到这个 好的这个贷款利率 以及在中国 在海外 在任何一个地方怎么样投资美国房地产市场的话 怎么样在海外这个直接做贷款的话 有这方面需求的小伙伴呢 也可以给八戒在评论区留言 或者给八戒私信 八戒都会给大家做一个更深入的一个解答 好 喜欢八戒的朋友呢 请点赞评论转发 油管的朋友呢 请订阅点赞评论小铃铛点一下 我们下一期再见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